2016年9月 时任空军司令马晓天 证实了中国在演远程轰炸机 从那时起 关于轰20的讨论充斥着社交媒体 一年过去了 轰20迟迟不见身影 但据媒体报道 轰6K积增到100多架 装备了5个团 这是一件看起来有点让人想不通 但是又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想不通的是 竟然远程轰炸机已在研制 为什么中国还要装备100多架 五个团如此之多的轰6K 了不起的事情是 中国通过军事革新 让20世纪50年代的老机型 磨改成先进的 让美军忌惮的大杀器 轰6K到底磨改得有多牛 下面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可以做一点说明 2016年航空飞标比赛上 92岁苏联老人安德烈维奇 问中国人 你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用图一溜了吧 让国人感到尴尬 但是次年的航空飞标比赛上 轰6K完胜俄罗斯空天军的 土耳2M逆火 中国用行动回应了所有人的质疑 的确 中国在远程轰炸机的研发上 还处于学习研制阶段 但是轰6K已经玩得炉火纯青 作战半径从2300公里 提升到4000公里 另外 得益于中国科研的成果爆发 轰6K的航电系统 已经是全球最好的 这也是能够完胜 土耳2M逆火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中国研发的新战术 为轰6K配备了 6枚空射型长剑石巡航导弹 目前升级版长剑20巡航导弹 也已研发完成 类似于空射型长剑石巡航导弹的 技术能力 只有中美俄三国拥有 但美俄受签署的反导条约限制 中国不受任何限制 长剑石不仅可以带常规炸弹 也可以带核弹 更重要的是 其2000公里的射程 让只有4000公里作战半径的轰6K 能够打击6000公里的目标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不仅解决了中国当前 没有远程轰炸机的困境 也让中国拥有了完整的 三位一体核威慑 外媒在报道中国苏35 苏30 以及轰6K实战训练时 特别强调了轰6K的战略作用 他们称 东京特别关注中国空军装备 有核能力远程巡航导弹的轰炸机 3月27号 空军官方发布 12架轰6K南部海域导弹上空 实战训练 想想看 12架轰6K携带了72枚常见时 可以攻击10个电厂 航母这样的战斗目标 今年 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1号哨所 回复雪人 了解详情